再来关心交通 而随着科技的进步 为了民众行车的安全 开始以区域间测速实施 不过呢 由于交通部没有统一的规范 因此各县市在使用的器材上 或者设置的地点以及长度标准不一 而立委刘兆豪就要求交通部 应该要订定规范 让全国的区域测速标准 能够更趋于一致 减少民怨 科技的进步 也让执法有更多不同的方式与选项 今年开始上路的区域测速 就是最新的科技执法方式 不过因为没有统一的规范 贸然实施区域测速 将造成更多的问题 立委刘兆豪就特别要求交通部 要订出相关的规范 我们在这一两年来 我们为了要整个行车的安全 所以我们发展出 在公路上有区域测速这样的相关的仪器 不过这个区域测速 开始试用 开始在很多地方都开始 包括有些是公路总局的 有些是县市政府的 在试用之后 在推动之后 就发现几个问题 第一个 这个区域测速的仪器 被传出来说 它确实没有一个 中央统一的检验标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区域测速的相关仪器 是大部分 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所制造 所以有包括 有第一个没有同一个标准 所以检测到底准不准确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因为来自于对岸的制作 制造 所以大家有相关的 各自的相关的疑虑 但是后来我们就交通部长 林交通部长就拍板定案 他说要先行下架 把这个期间做测速的资安 道安等相关的问题 理清楚之后 我们才会去做相关的推动 那本期对这种期间测速 因为我们以往我们就 我们为了安全驾驶 其实我们大部分 第一个要么就是我们警察同仁 他在路边不定时不定点的 然后他做一些测速 可以移动式的做测速 第二个是我们有定点的照相 就是测速的照相机 那期间测速其实它是取一个段 取一个段 但是除了刚刚我讲的那几个 我们要去考虑的那些疑虑之外 那期间测速其实 到底重量也要考虑一个标准 就是说我们这个期间测速 以我现在我手边的资料 就是说曾经设置过的 他从那个设置的距离 有些是有一个有600公尺的 有8点将近9公里的 他就9公里一个区段 9公里一个区段 有600公尺的一个区段 那到底这个区段 到底有没有 我们要做一个统一 比如说他的上限到底是多少 或者是下限或多少 或者他因地制宜 我们公路总局就当然协调 就定一个 定一个大概一个 就是一个规范 但是因为因地制宜 每个县市它的 它不太一样 每个县市它要不要设置 如果是比如省道或国道 这个要不要设 大概交通部 他自己可以做决定 但是因为我们很多的道路 是县市政府在管的 那我们大概只能定一个 比较 没有办法详细到说 你要去哪一个县市要怎么设 但是至少要有一个 一个基本的一个规范 是 好不好 是 这个我们会来定一个规范 刘志豪强调 区间测速在中央定令统一规范 能让县市政府对于器材 即设置的地点与长度有更统一的规格 实施起来才能减少争议 降低民怨 记者潘俊伟台中市报导